深入留解一流卡,解密你的健康保证 大家好,欢迎回到Money & Do It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 每个人都应该持有的一张卡 医药卡 你是否真的了解它的覆盖范围 以及为什么它对你的健康如此重要 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医药卡的定义和目的 医药卡是一种重要的保险工具 就为了提供全面的健康保障 但究竟它覆盖了哪些方面呢 为了方便我们会利用马来西亚大东方的医药卡来举例 医药卡不仅覆盖传统的医疗费用 手术费用、住院费用 还包括每日住院与三十 家务病房、心脏病、监护室 手术费和住院相关的服务 门层治疗包括住院前后的治疗 居家护理、日间手术费用、热诊、护理程序、 习肾癌症治疗等等 所以我们将深入挖掘这些项目 帮助你了解在需要医疗援助的时候 医药卡可以为你提供哪些的财务支持 所以不同的公司在差别于它所提供的保额和期限 比如大东方的是就像以下的 每日住院与三十分为一百五十块 两百五十块以及四百块钱的这个住院配套 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限制住院的天数了 所以住院前后治疗限制的天数已改成 前九十天以及后九十天 出院后的两百天也能够索取补偿这个居家护理的费用 如果你选择这个最靠配置四百块房间的 还会包括出院后的中医治疗、脊椎、言语等等的治疗 门审治疗包括了癌症、洗肾、纹症治疗等等 然后如果你注意一下 这还包括如果在外面、在外国 需要送回马来西亚旧疑 也是可以利用这个Supreme Assist特别服务 最后最重要的当然是 这些覆盖的保额到底是多少 所以这里我们要学会如何看懂 这个保单的成保及利益明细表 Table of Coverage and Benefit 但不需要觉得会很复杂 总之你记得这个关键词 As Charge 就像我之前影片所提及的 医药卡保额最少也要有一个百万 所以你看这里也是从一百万提升至两百万 然后现金的医药卡都是每一年更新这个保额的 也就是说Lifetime Unlimited 然后我们要来看看一些医药卡可能不包括的利益 例如高级别的医疗服务 比如说美容手术 肺医疗必须的一些治疗 比如说整容 霸牙 整牙 以及一些先天性的疾病 对于选择适合你的医药卡 了解这些是至关重要的 在选择 医药卡的时候有很多因素需要考虑 例如年度限额 Panel医院覆盖等等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了解如何决定年度限额 其他的当然最好就是找一位专业的规划师给您更好的意见 除了传统的保障 现代的医药卡还引入了一些创新的特性 例如电子化服务 在线理赔等等 比如说马来西亚蛮有名的是Dr.Encore 我们可以透过医药卡给予的便利 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浏览这个网站安排与医生线上咨询 例如需要药物的话 他也能很方便的把药物寄到我们的家里面 再者现在申请理赔也变得更方便 假如我们是入院的话 通常都不需要花费一分钱 因为我们的医药卡所属的保险公司 会与医院接洽及搞定费用 另外一个每一位都要注意的就是医药卡的等待期 大多数医药卡要求保单持有人遵守等待期 这意味着自己购买保险证证 哪一天开始算起 还有一段时间 通常是30到120天左右 我们是不能够在任何医院使用医药卡 或者向保险公司提出任何的索赔申请的 等待期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 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疾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东方的医药卡的话 30天为主要的等待期 即任何情况下住院 这个医药卡都还没正式可以派上用场 31天后开始包含了意外引起的一些门诊 或者治疗 120天后才开始保障任何重大疾病的住院 在我们深入了解医药卡的同时 记得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的理财和保险的信息 无论是你是首次购买医药卡 或者还是正在检视自己的医药卡 甚至保险 确保涵盖足够应对目前的医疗之处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可以采取以下的思路 比如说第一 优先选择投资链接新的医药卡 即是投资链接新的保单 确认所选择的医药卡 具备所谓的保证续保的条款 确保所选择的医药卡 具有终身无索赔的上限 或者是no lifetime limit 在负担得起的范围内 尽量提高医药卡的每年索赔上限 即每年的保额 建议保额为100万令吉 当然越高就越安全 也不用担心 需要再更新 第五 避免购买不必要的保险附加利益 以节省保费的支出 第六 查看医药卡的覆盖范围 到底哪一些医院 是包括在内 或者是哪一些疾病 护理 门诊等项目为excharge 特别是 门诊的一些癌症治疗 洗身门诊治疗等等 下一次我们在探讨单一医药卡 与投资链接医药卡的分别 以及所谓保证续保和不保证续保的医药卡的分别 最后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建议 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这等下过为excharge 特别是 啊